時間15分鐘 請開始 謝謝主席 副市長 各局處首長 各位區長 還有媒體朋友在場 各位大家午安 今天早上有請教了這個研考主委 有關於民調的這個問題 本席現在也想來討論一下 研考會每年編列了200萬預算執行 台中市政策推動的滿意度調查 請問主委 我們這樣執行了幾年 應該歷年來都有 好 請坐 在112年的這個 我們剛執行完的這個 我們來檢討一下 執行了四次長卷 四次短卷 一次群組的問題 跟兩次的家用電話 這個請問主委 調查的主題是依各機關交付去研尼 來做這樣的問卷嗎 那請問主委你知道市民的期待是什麼嗎 我跟議員報告那個題目的設計是本會跟民調公司討論過之後 那並不是各機關各自決定的 並不是各機關決定的 來 因為早上我有聽到主委您回答這個江照國議員的時候說 這些題目是您擬定的 沒有錯 然後在事前有跟局處來討論 在事後有告訴這些局處這些結果是什麼嗎 事前沒有跟各局處討論 是本會跟民調公司討論過之後的題目 那討論問的題目跟各機關的施政都有相關 所以在做完之後會提供給他們做必要的參考 是好 來 這個我們看最後一次的總共44個這個群組 我實在很不能了解這個民調員怎麼有辦法把它全部都念完 然後結束後剛剛主委說有給各局處做將來施政的參考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我們社會局長 因為你苦族 你世族 你每天都有得到你 前三名都有你 你知道我們台中市未來一年應該優先加強的四大面向有哪些嗎 局長知道嗎 因為我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 剛剛那個主委有說有把這個也回答給你 我來我來說 交通 設施 路不平 社福和空污 永遠就是這幾個會得獎的 那因為有一直講到社福的問題 再請教局長 你知道對社福最不滿意的三項是什麼嗎 對市民對社會局我們現在社會福利最不滿意的事項是什麼嗎 好 來 主長 你的那個主長的東西就是老人福利跟兒福嘛 跟這個生育補助這些零零種種 那老實說 我比較驚訝的是說 民眾有還講到了一點叫做宣傳不足啦 我剛剛念到這些是在您的報告裡頭 我們民眾 臺中市民對我們的覺得不滿意的事項 所以剛才那個主委有講到說 這些事後都把數據給各局處了 那可能這個溝通還要再加強一點喔 因為我們做這個民調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能夠推動一些政策 然後希望能夠讓我們的市政進步嘛 那個局長你請坐喔 主委我想請問說 這些結論做完的12次的結論你本人知道嗎 是 我都會知道 我都會看 是 那為什麼題目都一再的相同的一直做下去 我們除了12次裡頭只有一次的這個購物節以外 幾乎全部都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題目一直一直在做 我不能明白說這樣子的那個意義是什麼 當然我們只能比較說 這個這個鍋位跟頂鍋位 都哪裡哪裡些微的差距 就是光這樣而已 那我們怎麼樣讓各局處的首長知道說 民眾期待你現在給我問問問問的 問問的就是放水流 明天事情還是一樣 下個月事情還是一樣 甚至明年事情還是一樣啊 所以這個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題目 你還是會得到 永遠得到這個交通措施 入屋品啊 空屋啊 社福這些東西 其實我很想提醒主委 現在第一名是科技執法 不要民調公司 你去樓你問就知道啊 你覺得科技執法就是大家最不滿意的地方 那我不是要討論說我們不可以做科技執法 我現在告訴你 你想要得到的民調 其實在你的報告裡頭 它永遠像是那個滾筒這樣子在滾 你也滾不出什麼心意來 你也沒有辦法滾出一個什麼政策來 這件事我今天一定要問的這個問題 就是剛早上這個江照委員也有問到 在11月的時候 12月的時候 各做了兩次 連續兩週做這樣的題目 一樣的這個民調 主委說這件事情不關什麼軍樂的那個會談 也不關什麼藍綠的選舉 我姑且相信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我們在兩個禮拜裡面 做同樣的這個民調出來 是為了什麼 你相信在兩個禮拜做兩個一樣的民調之後 民眾就會覺得說 市政府非常關心我們 我們的這個生活環境進步了嗎 這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在那個時候 主委我姑且相信你 這不關選舉沒有政治問題 那在擴充三次的這個預算 是哪裡來的錢 就是本來在民調 裡面兩百萬元以外 就有編擴充的預算 在本來的預算就有 好 那我還要再請教局長 不曉得您台北市來的 你有沒有看過新北跟台北市 他們怎麼做這些 市政府做的民調 他們109年 整年他做的是兩個題目 就是當然大家都要問到市政 有關市政的各種林林種種 他們在109年另外做了一份民調 針對18到40歲的市民調查 青年意見 探索 了解青年生 工作生活 創業育兒環境 婚姻生活等等 112年 他們一樣在做市政調查 然後他們再做了一份是市民運動風氣的調查 這個是新北市 好 那我們看您來自的台北市 台北市自己有民調中心 我想你知道 他們另外外掛了八次 八次的題目都不一樣 我個人認為這樣子才有辦法讓市政府了解說 我們這些施政有什麼閃失 施政有什麼需要改進的 市民真正的心願是什麼 請不要再給12次的民調在12個 同樣的題目同樣的題組一直在這邊滾 然後 再提醒一下就是說今年1月台北市做了一個民調是有關於公共廁所 我相信在場各位一定很有感 因為我們在這個意識堂已經講了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 有關於公共廁所因為他有很多條例很多很多不方便執行的地方 因為我們市政我們的建設還沒有跟上這個進水容易出水難的這個問題 但是人家會做公共廁所的民調 我們為什麼從來沒有想到過 我們要做一些有關於民生的這些民調在你的民調報告裡頭呈現給市長看呢 好謝謝議員執政我們會在台中要做下次台中一定要做這一題喔 來那我再請教局長喔 您這個大數據專家市長特別幫你從台北市延聘來到台中來服務 我們每年編了200萬的這個預算 來做了一個12次的這個每個月都有一個報告的這個這個民調報告 另外我們還做了140萬的這個東森民調雲 對我們還有這樣子零零種種的包括建設局政風市其他局處都有在做民調 本心想要在這裡提醒也是說這個花在刀口上啦齁 這些其實可以整合在一起就是就可以做成很好的這個民調報告 我們不需要把它分的那麼散然後花那麼多錢喔 讓讓這我們的是這個市府裡頭的官員被人家講說是薪水小偷啊 然後是市長也講過說台中市很窮台中市一點都不窮啊 我們花在這些地方的錢都給他收回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就又省錢然後又有效力的事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你同意吧 我們可以這樣做嗎 我們會再做檢討 好主委最後我想再提醒一下就說 當然我們只想到說我們一直在把這個民調拿出來說市長的滿意度超高 我們的市長滿意度有多好 這樣空泛的數字的時候 我個人在地方怕大好 我們的那個實際的那個體會是需要的我們要的民眾要的是實質的建設 實質的服務實質的真正的措施在上不是滿意度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今天一定要再講一次說這件事情不是在發生危機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拿出來當遮羞部 你看那個5月13號5月10號不是那個去年5月10號那個終結的時候 馬上我們就會有一個76.1的 然後遠見就公佈那個是六都第一名 就是台中市的五星級首位市長是這個 當有危機的時候你一定會推出一個這個東西來 這實在是讓人很吊詭的事喔 然後在我們在講那個西布特羅在講說我們 土地賤賣沒有土地正義的時候 再推一個出來這樣子 所以今天我會再講說不要自嗨真的 請讓他是真正落實的 然後最後我要求我們做這個民調請向 其他縣市其他六都一樣可以上網公告做得到嗎 局長 我們的民調基本上除了內部參考之外 如果議會有向我們 所要的話我們都會提供 對那可以讓民眾了解嗎 我覺得我希望你們能夠了解能夠像 新北或是台北他們是可以在網路上找到的 這樣可能會更直接更 明確更完整的民調 謝謝你請 那個 陳書花議員繼續質詢 好 那我想請教 劉主委 你剛剛說我們每年編200萬的預算 那麼這三次擴充的預算是另外編的 60萬 多少錢 60萬 對 所以其實你總共花在民調上 嚴考會 一年就花了260萬 對 沒錯 那你給本會的這個公文 你明顯 很明顯就欺騙議會嘛 你上面只有寫200萬 把所有的民調都放在 同一本報告裡頭 你這是很刻意在欺騙議會喔 第二個我想請教 你說你的民調結果都有給各單位 剛剛社會局 就沒有接到啊 所以你在這裡你在欺騙喔 你做這個民調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做什麼的參考 明明就有單位沒有接到 研考會相關民調的報告 所以你的報告到底是用來做什麼的 第三點我請問你 你9次的正式要做的民調 都還沒有做完喔 你第9次的民調是11月18做的 你9次該做的民調都還沒做完 為什麼就急著做 第一次擴充民調 11月6號 為什麼 局長 因為排定了 排定了已經要做的 最後一次 還沒有做到 但他已經排定了 對啊那你照理說你應該把排定的做完 你再去擴充嘛 結果哪有人擴充白底頭 你這個用意真的讓人家覺得你是不是要把 拿公帑在 置入選舉 最後 主委 這個剛剛 張芬玉眼也提到喔 你很多的面向都在交通社福 空污跟陸品 但是本席也注意到你在5月份特別針對 購物節做的民調 購物節如果我印象沒有錯當時議會正在審查 購物節 也正在做專案報告 也正在要發物條券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刻意針對購物節來做 本席在這裡要建議你 你為什麼不針對 市長賣地724億去做民調 你為什麼不針對 市長的居住政策是什麼去做民調 為什麼不針對現在 台中市政府交通 事故全國之冠 去了解民眾的感受 主委 為什麼不針對這些政策 既然你要做滾動式民調 為什麼不針對這些政策 這些民調我們都是內部參考用 所以並不是 議會有要求 你要揭露 好主委在這裡本席就要求 希望你不要把這200萬加60萬 你欺騙議會 總共有260萬 希望你不要為了消化預算 去做民調 希望你不要把公帑拿來 置入選舉 本席也要求你不要藉著做民調 轉移市長施政不利的焦點 同時 本席也要求你的民調要定期揭露 要在網站上定期揭露 好謝謝張芬玉議員 蕭龍澤議員 謝嘉儀議員 陳舒華議員 陳雅惠議員 跟陳玉蓉議員的 聯合質詢 接下來 請徐宣峰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請開始 好謝謝主席 那 副市長各位局處長各位區長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請中控市幫我放第一張投影片謝謝 這個我手版上就是投影片上的內容 那我想這個是去年的6月份 我們 民政局回給我們服務處的文 那上面的說明2 可以很明確地看出 他 民政局寫說 本局亦不縱容此違法行為 那這樣可能其他這個 副市長可能不太清楚 這個案子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在農地上 來 做宮廟以及堆放一些物品的案件 那 在說明2 他又寫說 這個 很常 我唸結論就可以依照 新辦宗教事業計劃書來辦理 基本上為什麼特別要把這張拿出來講 這是告訴我們台中市所有農地上的違章宮廟 大家可以 依循這個例子 市府不需要你們恢復農地農用就可以來申請 新辦宗教事業 不需要恢復農地農用因此 來申請新辦事業 因此可以合法 來掩護現況 農地非農用的違建宮廟 我這個問題要特別的把它點出來 那 跟去年宜蘭8月11日的時候 宜蘭東山鄉 慈濟主公強制拆除 來做一個對比 那麼我想 台中市政府在這個案件上面很顯然的相形失色 這個新辦宗教事業案 在民政局一錄綠燈下 現在已經核准在案 那為了證明是否不縱容違法的決心 對於農地位 恢復農用的部分 我這邊要特別強調是不是你們要 依法辦理 持續裁罰 甚至是要來限期拆除上面地上屋要恢復原狀 那有關新辦的事業案 這邊要來提醒民政局 局長 你知道新辦事業案的期限是多久嗎 新辦事業計劃 對不起 我要查一下 不好意思 好我跟你說 新辦事業案是兩年 它的時效是兩年 那你在我們目前這個案子在113年2月20號已經核准了 那我希望他能夠順利如期的在115年2月來完成這個案子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局長 這個案子是在臀子腳斷層旁邊 它也是屬於山坡地 那你們在審核的過程中請你們要依法失職來審查 不要便宜行事 不要便宜行事 那我想這個經費 宮廟的經費興建都是在地民眾來募款而來的 一磚一瓦都來自於地方民眾 那既然你現在 背書核准他來新辦事業 那就應該要要求他依法如期如值的完成 局長這一點你可以 做到嗎 嚴格把關 不用他一路開綠燈好嗎 不會 當然要依法 如果說他相關的建築 那些沒有過就沒有過 你說一路要依法 這個 剛剛說明二這邊 明顯的告訴我們是違法 那再來 這個最壞的打算是說他如果兩年沒有辦法來如期完成的話 我們要求展延 那局長你這邊要怎麼處理 這個